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缺工时代 员工不见了特别报道 我是秦林谦 这个小时我们要带您深入来探讨 台湾的缺工问题 因为以目前国内的劳动力人口来说 已经没有办法符合国内的产业人才需求了 我们就先从数字面来看 首先来看的是国发会推估到2030年 台湾至少会有40万的人才缺口 而人才缺口最大的分别是 资讯科技业建筑制造业 餐饮住宿业以及传产制造业 而产业最缺乏的人才类型又分别为 机械类有38% 而电机类有32% 商业跟管理类31% 以及动力机械类有25% 而各个产业又是如何补足这些人力缺口的 来看我们的深入报道 柜台人员忙到停不下来 仔细帮房客安排入住 迎来绿苏业好久不见的景象 疫情趋缓旅游业开始复苏 现在正式饭店check in的时间 可以看到柜台前人潮是不断的在增加 所以饭店业者为了要疏解柜台的人力 也引进了新的方式 就是利用这种自动化的check in机 除了缓解人力之外 也可以让房客更快速的入住 旅客自己用证件报道节省时间 这是疫情后很多饭店业者开始新奇的新模式 我们有想要就是借助科技这一块来辅助降低人力 那目前呢我们是有引进了三台的自助check in机 三台机器可以减少就是两位的check in的服务人员 因为其实你看就是像三点钟的时候 他其实是很需要就是有check in的服务人员 一间一间帮大家做房间 不仅如此就连迎宾大厅也有新的人手加入 可以带我去餐厅吗 我可以带你去这些地方 好的马上出发带您去百宴餐厅 迎兵机器人帮忙带位 解决顾客询问 不过缺人还有这里 门把角落消毒一点都不马虎 接着在铺床和西地 房屋人员一间一间扫 得赶在下午三点让房客入住 在新冠疫情席卷下 饭店业者沦为海啸冲击第一排 外国游客少 很多part time员工 减职人员渐渐转往其他行业 而且疫情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蛮温暖的 都没有裁员 然后还有还有涨薪水 鼓励员工留下了 而且我们工作范围也是比较温馨的 那一种不是说的很紧张 所以虽然说是累 但是我觉得我们累也是值得 因为你付出跟收获都很正比 其实我觉得针对人才的部分 对大家来说未来性也很重要 就是大家会希望有升迁的制度 然后还有调性的制度 让他们感受到 然后他们也会比较愿意留下来 那其实等待就是年终奖金恢复之后 我们预计在今年六月左右 人才的部分就会相对的更稳定一些 要留财 业者不只要祭出优渥的薪资 但是更重要的在疫情后很多职员更看重的 其实是工作环境和深迁管道 整理桌面忙着布置婚礼宾客迁道区 还要细心与新人沟通细节 不过他还在就学中 就提早进到职场卡位学习 而婚宴会馆与学校做产学合作 有将近百分之十都是实习生 但对这些学生来说 确实能比其他大学毕业新迁人 有更快的升迁机会 之前在高中读建教合作的时候 来这里做实习的动作 然后就是体验了蛮多 之前没有做过的餐饮服务业 其实我升迁的话 只花了短短的三个月 我们有跟一些学校单位合作 请学校的老师们 帮我们招募一些学生来这边工作 所以如果以能力在我们这边来看的话 缺口大概是10% 大概20%之间 大家一定是互相会抢人 所以第一个看薪资待遇 如何去调整 再来就是工作环境 这个现在学生们 年轻人他们也会想要找一个 比较适合自己 然后工作环境是比较 比较优质的地方去工作 景气复苏 内需消费市场 举番旅游餐厅婚宴都在大爆发 但如今最大难题 恐怕是有钱也难赚 因为各行业都出现缺工潮 根据调查在大缺工的环境之下 餐饮服务业最缺的原因呢 主要是来自于公司扩增 营运的缺口有高达50% 另外呢 是原本离职员工的缺口 也有将近25% 这些都是各家业者 现在面临的困境之一 人力银行调查分析 人才缺口最大的为 资讯科技业 建筑营造业 餐饮住宿服务业 以及产产制造业 产业最缺乏的人才类型 又分别为机械类38.9% 电机类32.8% 商业与管理类31.5% 以及动力机械类25.6% 根据SEMI分析 台湾半导体针对高中职技术 人才释出的职缺数 年增133% 甚至连护国神山都向 技职人员招手 可见抢人战况有多凶 在半导体里面 我想这个缺人这个部分 我想这可能需要 一定的一段时间以后 才有办法来补足 台湾过去长年的少子化 再加上我们这个理工科系 不管是在人数或是比例上面的减少 那产业又不断的在 政府创造很好的投资环境 所以我们的产业 其实持续在台湾投资 你可以看到工跟虚之间 事实上在走不同的方向 我们也更鼓励就是说 是不是除了扩大 除了照顾这个 让我们的台湾的学子们 能够缩短进入产业的 这个学习曲线之外 我们更希望能够扩大 人才的人才库的这个base 是不是可以考虑 让国际学生进到台湾来 因目前国内劳动人口 已经无法满足产业人力需求 国法会推估到2030年 台湾至少有40万的人才缺口 为了防堵产业陷入危机 政府推出外国人才专法 台湾现在有70万名外籍人力 除了要想办法留财 更要开源 尤其要吸纳更多国际专财 缺工厂其实从我们的数据来看 从去年11月到今年的1月 其实都一直稳定的 在90万到100万的这中间 就是工作数 但是产业上面有一些变化 目前看起来他们会认为说 原则上会在 大概有43左右的企业 会认为是在下半年才会 触底反弹 那也就是说有57的 根本搞不好看 一直看坏到明年它才可能去复苏 所以如果以外销产业来看的话 我认为它的缺工的状况 有可能会因为它的需求 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那逐步的进行所谓的缓解的动作 对内需消费产业来说 抢人才是当务之急 而科技业者着重在人才培育 才能走得长远 毕竟缺工浪潮不仅是未来市 更已是现在进行市 TVV新闻 于心涵刘军台北采访不懂 我们继续来看 可以很快进入职场 15到29岁的台湾青年人口 从2010年的489万人逐年下降 10年后到2021年 只剩下404.3万人 更不用说实际有参与到劳动市场15到29岁的人数 也从2010年的248.7万人 减到2021年的232.7万人 足足是少了16万人 而现在年轻员工其实在局场上 最在乎的四大条件 无非就是包括了组织气氛的开放 以及优厚的奖金制度 还有当然就是包括合理的工作时数 以及合理的工作量 当然还有就是完善新人的培训制度 采访拍摄时间是在农历春节前 明明还在上班 但员工纷纷离开座位 参加公司办的写春联活动 地旁有人用毛巾折兔子 还有人拖印红包袋 趣味十足 这边大排长龙重头戏来了 还有没有特别要写什么 集团董事长 亲自辉豪写春联 让员工带回家 HR也要裁员广见 不只过年充满浓浓节庆气氛 平常公司的大小活动也不少 有一些手作课程 像我自己有参与 就是之前的那个宝特瓶的花瓶制作 然后还有那个牛仔布的那个废物利用 镜头转到另一边 中午时段餐厅人潮满满 自助餐台菜色应有尽有 三样主菜全都任你夹 蔬菜水果点心也是无限量供应 营养均衡 就算餐盘里的食物已经叠成一座山 均一架一个铜板有找 就可以用一些少少的钱 然后就可以有自助式的buffet可以吃到饱 尤其对需要比较需要存钱的一些年轻人 就可以省下很多的餐费 吃饭皇帝大员工餐厅的食材用料讲究 吃饱后还有午休时间 有些人消化完毕 直接来到楼下健身房运动 这个拳击机员工压力有得释放 健身器材都是专业等级 才飞轮踏步机举杠铃 让员工可以短暂逃离办公室 刚刚看到的一切都是企业员工日常 再来讲一个可能会让你羡慕的 部门的主管 大概时间差不多到五点 多一点点的时候就会提醒同学说 时间差不多了 五点一到就赶员工回家 别人的公司总是不会让人失望 科技大厂打造幸福企业 为的就是要跟半导体业抢人才 半导体基本上是吸走了 大部分大部分的年轻人才 这个对所有的自通讯产业 或所有产业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人才全球流动 企业跨国抢人无所不用其极 美国研究所毕业到Google脸书等大企业 年薪动辄五六百万台币 陈其鸿深知薪水是人才的最大诱因 想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投入这些高科技产业 你本来就是薪水要拉高 更何况这不是跟自己比 是跟全世界在比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这整个薪资水平 基本上在过去这一二十年已经落后了 面对少子化冲击15到29岁的青年人口 从2010年的489万人逐年下降 2021年只剩404.3万人 有参与到劳动市场的人数 也从2010年的248.7万人减到2021年的232.7万人少了16万人 年轻人思维与过去不同 企业也要想方设法营造适合新世代员工的职场环境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弹线 比如说手机打卡 我们不强调长时间的公司 我们强调 你必须要我跟什么 不在乎在军里说一定要到公司来 但你一旦到公司来 我就给你很好的环境 台湾出生人口不断下滑 遗物人口又跟不上 导致劳动人口衰退 进而影响竞争力 劳动部针对青年就业状况统计显示 近十年来青年劳动力不断下滑 成长率为-17.3% 这样的情形未来只会越来越严重 企业想要抢人才 就要想尽办法吸引年轻人 那还有他最后面在 这个口袋的上方的话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观点 这是一个开会场景 看起来却有点像是你家客厅 大伙儿坐在懒人以沙发上 用最舒服的姿势集思广义 这间位于北市新医区的新创公司 主要透过AI技术研发新药 我觉得在这边工作上的自由度很高 然后主管也很真正我在做的所有事情 根据调查年轻员工在职场上 在乎四大条件 包括组织气氛开放 上下沟通顺畅 优厚薪水与奖金制度 合理的工时长度与工作量 还有完善的新人培训制度 同样为了抢新鲜人 公司的劣财触角深入校园 里面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人 就是包括有生物的 然后有化学族的人 然后有AI的人 那我们就是可以就是一起讨论 就是各不同的领域一起 然后就可以学到蛮多东西 既然人才不够 那我们就自己培养吧 对所以是有这种使命在这样 在药物开发里面会需要一点经验这样 那当然我们又是新创公司 所以我们也希望是去吸引一些比较优秀年轻的人才 用一些比较不同的思维去看待药物开发这件事情这样 那我们在台湾是分公司 那我们那时候在台湾招募人才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遇到蛮大的挑战 同样遇到招募人才的困难 AI心要开发涉及不同专业领域 要整合化学生物学科技人才是一大挑战 有些人会觉得说新创公司会比较不稳定 跟大公司相比 那我们拿出了条件就是说 会比较比业界稍微高一点好一点的薪水 甚至比一线大公司还高 那当然比较弹性的公司 就是大家就是没有 我们并没有什么打卡的制度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个global company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跟国外的一流药厂合作 跨国市场也是吸引年轻人的诱因 根据调查 疫情爆发后 有86%的民众想到国外工作 外商公司也提供 让职员有机会到国外看看的票板 一群人在会议室里 讨论企业ESG策略 能听到不同口音 外商餐饮集团深耕台湾市场 也需要招募聚国际观的人才 台湾人都还蛮希望 可以有出国工作的这样经验 那其实我本身也是在国外念大学 所以我其实回台湾之后 我其实都是锁定外商集团 然后那其实真的在这边 我是真的可以跟香港同事密切的合作 企业不只要真财也要留财 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也很在意 是否看得见植牙前景 我们要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 培女环境给他们 所以我们有特别有一个企业的 这个未来领袖的一个培养计划 让他们在很短的两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就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一个 不管是专案的管理人 或者是带领团队的一个管理人 我们在很多的这个专案项目上面 有很多是有跨市场的一个机会 疫情后国际人才大迁徙 且不只要留住台湾人 更要吸引海外人才 光是在台湾 我们也有在地就有很多不同国家的 这个人才在台湾工作 包括韩国啦马来西亚啦香港 年轻劳动力下降 牵动整体产业结构 一片人才荒衷 如何让工作变得有吸引力 企业纷纷开始重新调整招募策略 TDPN新闻 陈欧祥与新汉王后与台北桃源采访报导 而在少子化的浪潮之下 几乎各个企业都面临到的就是缺工的窘境 在这样子普遍的状态之下 各个企业要如何留住人才呢 其实基本上好的薪资以及好的福利制度 已经是基本的了 不良品差不多的话那可能数量有点多 那我会觉得是不是在抽减数量再多一点会比较好 好那我等下再跟现场讨论一下 好没问题没问题 ok 宇同事仔细确认讨论 不只是专业执行 这一套品管系统更是他设计出来的 熟练上手架式十足 看不出來他今年才25歲 公司目前一直往數位發展 那其實還有很多東西都沒有上系統 那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要透過資訊化 資訊人員去Coding出來 才有辦法開發這套系統 算是一種成就吧 因為你寫出來的Coding的東西 可以呈現在上面 那它是有用的東西 因為有產學合作的基礎 提早接觸 提早上手 讓他還沒有畢業 就已經決定未來要在這裡打拼 這家位在中部的傳產工廠 靠著扎實的培育模式 瞄準在地勾植科大集研究所 攤開員工人數 186人中就有65人是來自產學合作 加上正在產學合作的47位學生 共佔了整體超過一半 超前部署將人才精準網羅 而這樣還不夠 午餐 晚餐 這豐富的七菜一湯 是每天上班標配 吃飽了還可以打包帶回家 畢竟養成穩定人才練之餘 還需搭配無懈可擊的流財又嬰 讓人願意留下來不只吃的公司全包了 甚至幫員工買車又買房 我們公司還有最特別的是 因為我們公務車其實總共有20幾台 只要說您假日或者是您有任何的需求 您就跟公司出借一下 那車子就馬上讓您借走 那你都不用自己在買車的這樣子的狀況 也是減輕了同仁很多經濟上面的一個負擔 那我們的府委會其實每個月都會舉辦非常多的活動 那我們除了同仁參加 我們還會邀請他的家人一起來參加 像是電影包場 國內旅遊 國外旅遊 那這些包含他的家人來參加都是免費的 大家也會覺得說一個快樂的職場 可能遠比於你去追求那些高薪報酬 各方面每個人要的面向是不太一樣的 目前我提供給你這一個部分的物件 當然是在我們公司附近 我跟銀行這邊來討論 你可能貸款差不多600萬至700萬 對你來講應該壓力就比較不會那麼的大 劉財知道沒有極限 甚至連員工的買房需求 都能給租強大支援 投幾款優惠是基本 甚至讓員工買到比市價低至兩成的房子 種種令人呈現的營運模式 就是因為這對主管企業的雙胞胎兄弟 一路苦過來很有感 讓優秀人才能夠留在公司要考慮五個面向 第一個企業到底有沒有願景 第二個企業經營者的一個度量 不是我們的肚子大不大的問題 而是我們能夠提供怎樣的舞台 展現它的一個實力 第三個才是薪資待遇 第四個就是透過引財 如何能夠讓年輕人 他透過企業的一個參訪 能夠了解職場的一個工作的內容 找到如何他的興趣 當然最後一個叫做職場的一個文化 因為職場文化包括硬體跟軟體 一個員工他進到公司裡面 當然他很在乎薪水 可是你賺的多花的多還是存的少 可是對公司裡面所有的私衣住行 育樂我們全部都幫他們考量 加起來可能超過他 認為說我差了五千塊 其實這些福利制度已經多了七千塊 他就可以存更多的錢 這是我認為說用同理心 而且是家人的一個思維來照顧他們 從培育人才到留住人才 建置一整套標竿模式 讓原先不到10人的小企業 蛻變成市占率全台第一 全球第三的台灣之光 成了員工 就是公司最大資產的絕家寫照 講到福利流財 我們來到台北市的這一家科技產業 是直接把游泳池搬進公司裡頭 讓公司的員工在工作忙碌之餘 也能在生活之中達到平衡 游泳完還有三溫暖SPA 蒸汽烤箱 各式各樣的運動球場 瑜伽韻律教室 還有這一間 好資千萬專業健身房 光用看的就知道 等級不一般 同時搭配專門教練與課程 所有五星級休閒體驗 做上賓就是自家員工 大部分的企業裡面的健身房 都是委外經營 但是我們公司的健身房 是自己經營 假日的時候 除了員工以外 也可以帶自己的家人 親屬一起過來使用 所以我們不只是照顧員工 也會照顧員工的眷屬 你不會一直高壓的連續八個小時 你有這些福利 你至少會增加一些留在這邊的意願 運動或是購物方面的 幾乎都是在公司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就是因為下班有家庭要過的話 其實沒什麼時間去準備這些東西這樣 想讓寶藏人才離不開 各方面都得著手 尤其根據全球就業展望調查 台灣有高達百分之八十八的雇主 反映招募人才遭遇困難 為全球四十國中的冠軍 成了人才最短缺的國家 說薪資待遇福利 這個現在變成是基本了 因為對優秀人才來講 他手上的offer可能非常多 所以你這個部分假如沒有meet competition的話 我相信也很難找到人 那除了這個基本的所謂的 這些物質條件之外 你要怎麼樣去滿足他心理層面的一些需求 讓他覺得他在這個公司裡面 可以有舞台有學習成長的機會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 影響上班族轉職前五大推力 第一名為了追求更好的薪資 而職業倦怠與工作壓力也是重中之重 工作時間的長短 以及與同事主管間的相處 也是續不續留的關鍵 至於在選擇新工作時 有超過八成二的上班族重視薪資待遇 其次在意的條件包括工作內容與性質 工作時間還有員工福利 現在這個所謂大全工的一個時代來說的話 你找到人就本身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加上因為很多企業因為找不到人 他就是祭出加薪 但是如果你要比加薪的話 其實在產業別上面會有一個蠻明顯的落差 你要中小企業要拼贏 這個所謂的這個利潤比較好的企業 是相當的困難的 所以其實更多企業應該是要稍微 把你的這個用財的條件 做一個重新的盤點跟放寬 重新定義我的爭財條件 用一個更宏觀的思維 投資人才的角度來招募你未來的人才 當少子化浪潮難抵擋 資房市場逐漸轉成勞方市場 從培育策略薪資福利 如何找尋人才留住有目世代 已經成為企業展望未來 得進化的必要一環 劳動人口不足 延後退休可能就是其中一個 解決勞動力的方法 就先從數字來看看 那麼台灣各個年齡層的勞參率 15到24歲是36.8% 25到44歲是勞參率 當然最高是89.4% 45到54歲下降到79.9% 但值得關注的是 55歲以後的這一段 台灣在55歲以後的勞參率 是只有49.2% 呈現斷崖式的下滑 再跟全球其他國家相比 各國55到64歲的勞參率 向冰島還高達了87.3% 日本也有79.1% 德國是74% 韓國跟美國也都有超過60% 就連希臘也都還有54% 唯獨台灣不到五成成了早退島 而過早退休所產生的負面效應 又隨著台灣包括像是缺工生育率下降 移工不足等等的這些問題 交錯所產生的影響之下 也使得台灣的勞動參與率 勞動人口是逐年的下降 這個問題有多嚴重呢 我們再來看 2020年15到64歲的工作年齡 人口佔比還有71.4% 但是2023年不到七成了 而10年10年的來看 都呈現了5到6個百分點的下滑 預估到2060年台灣的工作年齡 人口佔比已經不到一半了 親切替顧客點餐 放眼望去櫃台服務人員 都是中高齡長輩 服務非但不減專業 還讓顧客倍感親切 那我本身喜歡跟客人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他就像我的家人一樣 我能為他們服務是我的榮幸 我的孩子其中有一個 忽然就是有一點病痛 那我覺得我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我愛我的黃金雙口 因為他給我一個穩定的工作 今年虛歲65的嘉玲姐 過去曾擔任幼教老師 也曾擔任麥當勞的服務員 因為家庭因素必須回到職場 另一位好同事彩繪姐 在花店工作了24年 一退休才發現自己嫌不下來 本來是想說要退休 但是休息過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覺得真的很無聊 你也不知道說要做什麼 小孩子都大了 那你整天在家說實在是真的很無聊 想說來上班試看看 但是我覺得我適應的還不錯 從前台到後廠 從服務到清潔 各種工作都難不倒 在人力資源短缺的餐飲業 對於聘用中高齡勞工 麥當勞張開懷抱 提出完整的福利與保障 那一個穩定的工作時間 我相信對於這些中高齡的夥伴 也是一個很大的保障 所以我們開始推行了 政治服務員之後 就先以中高齡為我們主要的接觸目標 那現在目前來說 我們政治服務員 從大概兩年前開始是RUN之後 到目前大概已經有340幾個 將近350位了 那其中有大概中高齡夥伴 就已經佔了大概將近150位 台灣面臨高齡化少子化 年代造成嚴重缺工危機 勞力密集型產業 必須考慮聘用中高齡勞工 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 日照或是長照機構 就是一個非常新興發展的產業 而非常特別的是 大部分的就業人員 也都是中高齡的長輩 形成一種老老照顧的特殊現象 帶著長輩做運動 57歲的林大哥 過去擔任企業財務主管 經濟無餘 早已從職場退休 擔任照服員 重新找回人生重心 退休就單純在家裡 也不曉得做什麼 所以說如果往中高齡這邊的話 至少再比起來 自己還是比較年輕嘛 有一個工作有一個責任嘛 所以可以對自己有一些 所謂要求啦 生活也會比較正常一點 頂著半白頭髮的郭太太 今年七十歲 本身也是高齡長輩 是照服中心 另一位活躍的身影 因為積於興趣啊 我每次來這邊就很高興 整個心情都很快樂 我自己帶來很快樂的感覺 所以我 因為這裡有做運動 還有唱歌 我有說跟他們聊天聊 太可愛了 我就喜歡他們 無論是經濟因素 還是純粹打發時間 隨著人類年齡延長 人生下半場必須慎重規劃 能否融入社會退而不休 甚至與年輕世代接軌 都是重要課題 跟長輩當同事 久了之後發現說 他們經驗其實蠻多的 那跟一般年輕人不一樣 他們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也有自己的一些 獨到的那個傳承經驗 所以我覺得說 跟他們學習 反而受益更良多 那我覺得中高齡的 這些工作人員呢 穩定性高 然後同理性高 因為有過一些 多的人生經歷之後 他對於在提供服務 或者是在傾聽家屬的 這些情緒抒發的時候 比較能夠了解家屬在講什麼 但是中高齡勞工 在體力上的負擔 卻仍然是難以克服的劣勢 如果沒有遺跡之長 想投入職場 困難重重 雖然現在中高齡職業市場 不論是供給還是需求幫 都顯著的上升 讓我們可以發現 他所提供的職缺 或者是薪資待遇 比起青壯年族群 仍有不小的落差 因此這種看不見的年齡歧視 仍有待克服 大哥今天是來找工作了嗎 是 走進銀法就業服務據點 69歲的李先生 再次接受媒核諮詢 兩年多來在求職市場載服載成 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過去從事沙發組裝 但年齡大了 再加上市場轉型 李先生求職無門 現在只求有工作就好 銀法就業輔導員也坦言 大部分的工作類型 其實待遇有限 那工作類型可能也跟 目前的就業市場的人力需求有關係 包含像是一些 最近比較熱門的長期照顧的服務員 或者是餐飲門市人員 或者是賣場等等 以及一些保全清潔的職缺 根據ES123求職網調查顯示 有高達60.3%的二度就業勞工透露 重返職場後的薪資水準比之前低 85.6%表示 曾遇過職場年齡歧視 高達88.7% 覺得企業在聘僱人才時 有年齡的顧慮 而67.9%的企業也坦言 針對一般員工的職缺 在聘用中高齡勞工時 確實有年齡的顧慮 二度就業如果是進入這種餐飲業 或者是這個一些內區型的服務業 甚至擔任派遣工的話 他的薪資可能大概都只有這個 3萬塊左右的這樣的一個水準 沒有辦法跟像你退休以前 擔任白領工作要來的那麼高 中高齡求職者的困境是確有其事 除了體力下滑 社會結構改變 以及跟不上資訊化時代 都是可能造成求職不順的原因 與其在老年階段千辛萬苦找工作 不如在中年時 就提早投入教育準備 讓中高齡勞工能夠順利銜接職場 我們在109年成立我們的婦女級中高齡者職場續航中心 我們希望能夠協助在職的中高齡 他如果遇到剛剛提到的一些問題困難的時候 我們提早把一些資源投入進去 讓他能夠在原職場上穩定的一個序流 不用在離職之後再幫他找第二 再幫他找下一份工作 中高齡就業在食物上仍有許多配套得優化 讓勞優所用 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也能持續實現自我價值 TVBS新聞立委華顧上軍台北報導 面對人力缺口怎麼來補足呢 以科技製造業來說 廠房升級為智慧工廠 那麼補足的效能也可以說是一大重點 貨架來來回回穿梭在倉庫區域 不用人工推移 靠得正式底下這一台AGV無人搬運車 導入自動化倉儲系統 儘管這早已經在物流產業應用 但在資通訊產業中卻是領頭羊 透過這樣的無人車自動倉儲系統的調料 人不再需要用個手推車去調料 而是機器載出來 讓我們的作業人員可以在料裡面 到位以後再挑出來 那這樣的一個系統 經過我們過去的分析下來 除了我們的一個瓶效 就是每一瓶的倉庫的效率來講的話 已經提升了30% 自動化加快減料備料作業 從原本的一到兩小時 縮減到半小時就能完成 但要打造成為智慧工廠 最重要核心在這裡 我們現在經過的是一個除塵室 進入我們的智慧工廠裡面都要先把身體上面灰塵先去除掉 達到我們環境的要求 那這一台就是我們PCB一進來以後 就要先把膝膏刷上去 足機板先從刷洗膏開始 進到點膠機 製件機 再透過2D的光學檢測機 做第一道的把關 接著就要通過這一台錫爐 把錫跟零件做組裝 而最後在三圍的光學檢測機 排除有狀況的足機板 僅有人工篩選 才能進到下一道製程當中 這是工業用主機板的產線 可以看到這邊整個都已經是智慧化的廠方 靠著這些儀器做智慧運算 不僅可以提高產量 還能精簡能力 以前的loading是要看這麼多的板子 現在它只要看被機器打下來的時候 有問題的板子 算是不良 就經過它去看 但是不一定真正的不良 有些時候機器會比較嚴謹 在工業用電腦製造 客戶的多樣性也讓產品樣貌越多元 備料減料都得耗費不少人力 但在少指化趨勢下 人力將會越來越稀缺 要能夠說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動 這才叫做智慧化 就是說像缺料缺工 這些東西都是要應對外界的變化 第一個是我們是在整個產線 這上面的話 包含說裝有不少的感測器 那包含說一些視覺上面 就是錄像 然後後面再做一些分析的 那再往擴極大一點的 包含我們這一整套的系統 是也可以把它包起來 到時候我們是在 我們集團裡面的工廠 用這樣子來應對 像剛才所講的缺工 這樣子的狀況 垂直關節機器人 在前端可以更換各種模組 生產配置隨時替換 包含自動插件設備 無人搬運車 自主移動機器人 這些已經漸漸成為 產線上的生理軍 他們其實在產線上的應用 有很多譬如說 他可以去做 就是電路板上面的噴膠 噴塗膠 或者是甚至像在鞋葉的部分 鞋葉他們鞋子鞋底的那個 噴膠塗膠 或者是像汽車的燈殼 從電子行業 機床到金屬加工 橡膠食品醫療 都在走向少量多樣生產需求 產業製造要升級 都得仰賴人才培育 以及智慧化產線 數位化的差別是 我們怎麼樣能夠把 這些製程中所收集到的數據 不管是製程的參數 環境的變數 或者是產品的規格 我們量測到的特性 但是有了這些數據以後 我們怎麼樣能夠從數據中 得到我們所需要的訊息 能夠透過不管是演算法 或是我們過去經驗專家系統 或是現在的信息學習 我們能夠透過分析數據 達到從數據中 擷取數據的價值 我們能夠做到智能化 像這些設備是有 快速自動換線的能力 它能夠依據我們不同的產線 需要不同的產品的設計規格 達到縮短這個 我們在換產線的時間損耗上 能夠達到最佳化 在這個地方就是在做所謂 雷射掃描 它可以把整個的這個 這個狀況把它縫合起來 除了機械手臂 節省真的勞動力 最主要是智慧演算 程式設計出產線軌跡 才能模組套用 在疫情影響之下 也讓虛擬實境的應用場域 再突破 他在控制機械手臂 去做一個交機械手臂 去組裝那個鐵線 戴著VI眼鏡拿著搖桿 但這並不是在實境遊戲 而是打造出虛擬工業廠房 不僅可以連通操作 也能透過預先的模擬演練 找出解決方案後 再實際運用 降低出錯率 我們在元宇宙的模擬器裡面 就會強調說 這些真實光影的一些反射 透過這些渲染的一些技術 讓這些物體 在模擬世界裡面當中 看起來更加的真實 過去就是機器人 要做一些調機測試的時候 都要在真實的現場當中 才能做一些調機的測試 在元宇宙的好處就是 我們所有的人員的訓練 或者是機器人的調校 都可以在虛擬的事件裡面 當中就可以做一些測試的動作 即使今天人員不小心誤操作 也不用擔心有造成太大的一些風險存在 在智慧工廠上面 我們如果把這個概念導到 所謂的工業元宇宙 這樣的落地 加上疫情之前的影響 其實可以對於台灣的產業 帶來很大的未來的方便性 舉例來講 這樣的虛擬工廠 我們可以在遠端 操作一個越南的工廠 或者是在美國的工廠 都可以利用這一套的軟體 實際遠端操作 台灣是全球電路版產業鏈重要一環 但人力優勢已經不復以往 出生率下降 人口老化 教育體系轉變 都正衝擊PCB產業製造 加速轉型智慧工廠 才能為未來的人力缺口 做好準備 現在在全球缺工之下 那個人員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工廠的人是扮演最重要的 一個關鍵的角色 我們現在的智慧化 並不是要由這個機器來取代人力 而是我們要透過機器裡面的 更多的數據能夠進行分析 了解到我們現在機台的一些狀況 甚至把這些數據 配合我們現在的製程參數 讓人去做一個最好的決策 從科技工業到傳產 工廠已經掀起智慧革命 賣出新的里程碑 KBBS新聞羅世鵬 於信翰流軍桃園新竹採訪不到 機器人也是補足人力缺口的選項之一 來看餐飲業 現在已經有機器人 站在服務第一線了 表演娛樂 聲光調酒機器人 一手包辦 這是你我生活的未來趨勢 迎接機器人的時代 我們現在生活中 有很多機器人已經融入其中了 像我旁邊是接帶型的機器人 互動性相當良好 小爆小爆 TVBS TVBS 你所信賴的新聞編導 果然非常的專業 而接著我們看到旁邊這一台 則是送餐機器人 它是餐飲業現在非常受歡迎的 而我們只要摸摸它的耳朵 就會有反應 耳朵好像這樣這樣 這種服務型機器人 大致分為接帶型送餐型清潔型 這家公司三年前看準商機來引進 碰上疫情大爆發 也搭上了缺工時代來臨 你好 我在呢 根據數據 台灣勞工供給率 從出生人口數來看 2000年出生人數30.5萬人 2005年掉到20萬人 2010年只剩下16.9萬人 2021年則是15萬3820人 創下世上行低 主人 你的餐片到了 另外根據人力銀行統計 邁入2023年五大爭彩產業 開缺第一的是住宿餐飲業 總共釋出19.3萬個職缺 服務型機器人就是不缺首選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環境的場域 是不是適合機器人運行 這個其實要考慮到很多的面向 譬如說包括走道的寬度 走道的坡度 還有地面的材質等等 因應電點場域在廠商諮詢之後 進行場刊 工程師後台校正 按廠實際測試 建立SOP測試上限 實際營運之後 搭配後續保養更新 目前合作電點數已經突破100家 以這一家日式餐飲業者來說 日本早就導入機器人服務 台灣分店則是在2021年底 經歷一個月左右調整正式上限 包含機器人的靠近客人 坐邊的面向 還有包含機器人在我們裡面 內場的部分的位置的定位 跟人員的操作的習慣 我們也去製造了一些手冊出來 所以機器人在靠近餐桌的時候 會轉到方便客人拿取的角度 也會標示該拿哪一層的食材 這都經過測試後的流程 當知識化的走動服務 由機器人代勞 人員就能更專注於桌邊觀察 以及細緻化服務 目前我們評估上 一家店大概 一天大概減省三個小時左右的 人力的一些公時的使用 一個月下來就滿可觀的了 人機協作的運行 讓人力缺口得以緩解 業者也期待更多台灣技術加入 讓機器人技術整合 更融入各種場域 我們為什麼會這次也加入工業局 和資測會的塑裝案 因為我們看到了像在飯店 你要去整合電梯 要整合交換機這一些 都必須要本地廠商的支援 所以總監這一間就是你說的狀況 其實比較單純一點對不對 對 烏礦的狀況是比較OK的 所以我們在施工上 修繕上的時間 日程都比較短 同樣缺工的還有營建裝修場域 以這間40坪的室內修繕來說 因為趕著交屋 光是油漆師傅就不太好安排 其實主要是因為工班的斷層的狀況 因為好 技術還OK的師傅 就是我們現在比較 沒那麼充足可以找得到 以這家設計公司來說 大約四年前開始養自己的工班 即便一開始沒有那麼多的案子 為了維護品質還是咬牙苦撐 學徒養成教育 有時候是需要幾年的養成教育 但是現在的學徒 實話說我們在遇到的是 有些學徒在沒有學到 所謂的出塞的時候 他可能已經出來接案子了 就算看似單純的重新油漆 師傅的力道和手勢 都是多年經驗累積 現在不僅是好師傅難學 還面臨公料雙掌的挑戰 既然缺工缺料的問題這麼的嚴重 現在學界也在找解決的方案 我們來到的是 馮甲的Russell機器人建造實驗室 一起來去看看 哈囉老師 哈囉 你好 你好 哈囉 這個就是你們研發出來的機器人 對不對 是不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有一個蠻可愛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黑武士一號 這個機器手臂好像有更換過 當初有什麼樣的考量 當初的那個想法是 把他更換成一個 人機協作一個機器人 所以基本上 我在工地上 也可以拖著他做一些視覺 透過人手推拉 讓機器手臂學習 紀錄動作後變成系統數據 也就能夠透過電腦微調 同時解決部分的技術傳承問題 而相關的應用 即便是水泥工程也沒問題 水泥噴塗搭配現場施工定位 以及牆面的粉光 和各種工具頭替換 因為透過平板就能操作 讓工作人員保持安全距離 其實我們並不是要全面的 完全去取代師傅 而是提供他們一個 額外的一個方式 然後去 比如說去做一些粉刷 去做一些噴塗 不然的話 其實那些工項的話 對他們自己來說 也是有一些職業上的傷害 除此之外 在裝潢設計上 透過機器手臂的3D列印 同樣能夠試板滾背 3D列印加上機器手臂 可以讓一切更加的精準 像我們看到這個 其實都是木造的巧拼 然後是由這個機器手臂 來去做列印出來的 拼接之後成為一個 非常精準的一個頂棚的弧形 除此之外 這樣的技術還可以用在打磨上面 像我旁邊 這是水泥3D列印出來的一個模具 也去除掉以前開磨所需要的時間 以及成本 我覺得這個透明度 是不是還可以再調整 好像還可以 另一位在實驗室的老師 盛玉婷 正帶領同學 針對列印成果來校正 不管是濕度 溫度 還是材質都會影響成果 因此實驗室的學生 是跨領域的結合 連物理系也能夠融入其中 有點氣泡 那個濕度 列印時溫度高 如果沒有即時降溫 成品很容易像畫面中這樣 變形塌陷 以美農地景公園的大型設計裝置 先行列印後到現場組裝 整個曲面都能完美結合 引發業界高度興趣 我們希望我們機器人一推出 就是可以達到非常好的狀態 所以我們目前還在實驗室最後的整理階段 然後接下來就會進到市場中 目前陸續有實際案場進駐和產學合作推行 但機器人能否商業化 成本考量是一大阻力 我們也討論很多包括 可能前期是用租賃的方案 所以讓業者他可以很快的去體驗說 這個是不是一個適合他們的功效 迎接缺工時代 機器人的技術提升和崛起 已經在我們的世界成為不可或缺的機器人勢力 TVBS 崔仲群詹收看 台北台中採訪報導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秦林謙 我們再會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